這個國立的年代 能夠不僅有第2、第3、第3年來擁有求 跟我們更好的一些輩子 更大的一些作用壯大 我想你們趕快先走一點 挑一點茶水 我坐下來 坐下來 我坐下來 接受我們的邀請 來曼玉言老爺 我們請先請請邀請包包獎 合住也貴人先生我們支持 恩..非常感謝各位 感謝福老師 讓我們有機會 進到地堡 第2次進到地堡 請坐地寶嗎 地寶 沒有我今天真的來不及 進到地寶的停車場 第一次 那第一次是曹雲 因為沒有地方停 然後就直接進到地寶 然後這一次因為找不到地方 我又進到地寶 那當然到地寶一定要去參觀一下 就看到有廁所 想說欸廁所應該能吃得加快一下 因為進去發現也沒有比較厲害 味道還沒有很好 我們這裡比較好 對對對 當然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覺得 2008年的2月12號那天我離開主流媒體 老實講那時候會離開也是因為 跟地寶有關係啊 地寶裡面的連勝文 因為那天剛好他是個小孩 連戰名副起始變成連夜 那天我離開了 那其實老實講 那時候我離開主流媒體的時候 很多朋友講說 欸你薪水還不錯啊 你看之後怎麼辦 老實講我沒有想那麼多啦 那包括後來在座的事情 老實講那時候可能 沒有那麼多的夥伴 沒有那麼多的戰友 老實講是有點擔心 可是因為我又沒有太擔心 可是從那個時候剛好遇到 微微報 然後包括不能做的秘密 一再 新投課 我們播出 然後後來我們發現 網路是那一集 它其實 慢慢的 那個力量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比如說包括 那個時候本來農委會 播出 播完之後農委會 幫他做危機處理的公開公司 台灣最大的廣告公開公司 幫他們做處理 他們開那個 危機處理回憶的時候 就想說 啊沒有關係啦 這個應該 不到一個禮拜就沒事了 可是沒有想到說 那個影片透過網路的傳播 然後入路續續 越來越遠 那個速度是超過他們的預期 到後來主流媒體 包括 就在九月 應該隔了大概兩個月之後 然後 《中國時報》前副總編輯 何榮信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農委會才意識到說 哇 網路的力量 那個傳播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從那個之後開始 農委會會開始 他們會開始看網路 網路的那些文章 網路的報導 是在此之前 他做完全不做的 那經過從那個時候 從2011年到現在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包括 你說這次的選舉也好 我們看到網路的力量 網路下面的力量 其實他已經出來了 那 其實有說 我今天還跟風家 就在討論這個事情 說 其實我們現在 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裡面 議題太多 多到不行 然後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應該要做的好多的報導很多 調查很多 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環境 波蘭 沒有人 或者是說 有很多年輕人 比如說我很多時候在學校 很多學生都講說 我沒想到做 可是不知道從何去做 那當然之前我們有 都媒 阿曹老師 都有一個獨立媒體學員 可是那個都是一年的一期而已 它沒有辦法變成一個 routine的狀況 其實很多同學都在問 所以我會想說 也許搞不好會report 可以主動出擊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比如說 運運人才 或者是 媒合人才 然後去發現更多 能夠來做獨立媒體 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有點開花 讓更多人來做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願意來 進來當監視也好 或是當很多的方式 讓更多人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常常講說 其實我們在做 就是像病毒一樣 我們不是病毒 我們要對抗病毒 官僚體系是病毒 我們要怎麼樣 跟它一樣 复制更多的人 來做同樣的事情 才能跟它對抗 那我們期待 我們如果可以 不止去產業 我們要繼續做下去 那我覺得說 我們也許 我們會經過很多的 不同的方式 那其實本質都是一樣的 謝謝各位 謝謝